噢噢噢 哇塞 法拉利說翻臉就翻臉 這個聲音 真的也是很開心 我們借到的是法拉利458 而且我們借到的這次依舊是 敞篷的版本 是Spider的這個版本 那這台車加上選配 它選配了輪框 還有賽車座椅等等的 當時的新車價 要價也是台幣1800萬左右 這台車是一二一三年的車 然後目前在台灣的二手車的行情市場 大約也要台幣500到700萬 那最一個吸引人的點就是 它是末代自然進氣 大家如果對車子比較不懂的話 基本上現在的車子都是渦輪增壓 然後更新一點的未來就是電車 就是我們電動車像特斯拉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在車頭燈的部分 即便現在七八年之後過來看這台車 你還是覺得它很現代 它還是很帥 在路上的回頭率還是很高 那這個造型跟上次我們開的麥拉倫相比的話 麥拉倫的造型是更圓潤一點點 那法拉利它開始有一些線條 雖然說不像LAMBO一樣線條這樣子的髒狂 可是你可以看到包括在引擎蓋 包括在車側 它還是有一些些超跑的這個線條出來 那由於這一台 458選的是20吋的輪框 然後搭配了黃色的卡鉗 所以其實整個在配色上在視覺上 也是相當的動感 接下來來看一下法拉利的屁股 也就是我們的車身後方 上方有一個非常大的法拉利的這個名板 讓大家遠處就可以看到說 這是一台正宗的超跑 還有一個很大的馬的LOGO 通常我在遠遠看到法拉利 最常認的就是它這兩個圓燈 你遠遠的看到有兩個圓燈 前面有一台法拉利 458就有這個很經典的這個兩個圓燈的造型 然後這一台458是三出的尾管 把引擎蓋打開來之後 就可以看到這一個非常漂亮 而且浮誇的4.5升V8 自然進氣引擎 馬力高達570匹 那一進到458的這個車室 我就發現非常的漂亮 它其實原廠的這個配色非常的騷 外面是黃色 然後裡面是一個灰藍色 然後這台車又有特別選了這個賽車椅 所以坐起來 它有一種這種桶型的包覆之外 其實整個支撐是很好的 我目前光是這個坐姿來講 我覺得比上次的麥拉倫還要舒服 內裝的這個部分呢 法拉利有一個特色就是 戰鬥感 當然超跑通通通通常都是有戰鬥感 那法拉利比較特別的是 你看它是環繞著駕駛座 有一個弧形 包括了這個空調的出風口 包括了這個儀錶板 包括了方向盤 尤其是這個方向盤 下面還切齊 然後又搭配Carbon 非常像賽車 然後大量的按鈕 那接下來我們要準備發動 哇 這個法拉利的引擎 這顆引擎 給我的感覺 很渾厚 它第一聲就非常渾厚 我先切成N檔 我拉一下轉速看看 來囉 大家聽一下聲音 他們聽到尾段有一個撕裂聲 就是法拉利很常聽到的那種 撕裂扭轉的聲音 就是空轉 拉轉 待會在街道上就像炸街道 好啦 接下來我們就上路 然後邊開邊聊吧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迴轉半徑 其實迴轉半徑也沒有很大 所以我覺得這台車真的可以試去開 是可以的 我開起來我覺得在懸吊上它是好開的 但是它在低速的時候給一點油門 它偶爾還是會有那個暴衝感 還是會有那個不舒服 它轉到Sport模式 來囉 哇 它真的是不費任何摧毀之力 就時速就起死了 好 各位 我們現在嘗試把它轉到Race 賽道模式 現在是賽道模式 哇塞 法拉利說翻臉就翻臉 這個聲音 好 各位我們現在準備開篷了 旁邊剛好也是一台敞篷車 大家都開篷 這就是開篷的感覺 但好熱喔 目前為止法拉利在操控 懸吊 舒適 加速 音浪 我都是非常喜歡 真的一要講一些缺點的話 就是 它的這個 有沒有看到 側檔 它側檔的這個鍵是在這裡 我很不習慣 我就在這邊找 然後 一不小心就會 拉到它的開門鍵 其實有點危險 所以要習慣 然後法拉利的 進退檔 就是要用撥片 好 各位 接下來這一拍 因為剛好今天 阿滴來我工作室拍片 嗨 我是阿滴 對 待會要 阿滴說他沒做過超跑 帶他體驗一下 待會如果有人尖叫 就是他 定了 我來開篷 好 帥到爆 這真的很高調 人生必須要擁有 就是長坡 真的很高調 他可以N檔拉轉 很羞恥 這真的很高調 就是現在N檔 車子是不會動 你可以拉轉速 還沒有 那來囉 很爽的 對不起 在中校橋前面拉轉 我剛剛那個機車其實看了你一眼 他應該有看出來是我們 開車是蠻方便 你就買嘛 你就先從Toyota Mazda開始買 以上是這一次的法拉利試駕心得 錢都覺得說他就意識浪漫 會不會其實不怎麼樣 可是實際上很猛耶 而且如果458就這樣 那他的下一個世代488 甚至是最新世代的F8 如果未來有機會試到的話 一定會更好 我覺得難怪他是保值神車喔 掃描庫拉扣 不要錯過精彩內容 按讚分享訂閱瘋傳媒 小鈴鐺開起來 一起來跟瘋 開起來